JJ們出來放風的日子又到囉 201就要台北國際動漫節 從明天起到下週一 1.5天就要在台北南港展覽館盛大展開 而且這麼冷的天氣 竟然已經有漫民在現場排隊了 那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來排隊這樣子 四天前 四天前這樣子 你說拍這個嗎 我今天還拍 8點40左右 那有沒有特別想要搶什麼東西呢這樣子 答案搶三億月 嗯 邀威爾公館的新訪客 它要夜壓四點 因為它寫得很好看啊 我們今天早上七點五 十分不到 就是因為今天晚上可能會比較涼 它可能有什麼樣的一些準備嗎這樣 還有帳宏 我們有帳宏 這次有什麼樣目標的商品嗎 啊 排這一部 這一區的大概都一樣吧 就是三億月的藍希老師的簽名 哦 是哪一部作品 邀威爾公館的新訪客 這部 這一次是完結的操作 簽名套館 今天是要來搶什麼東西呢 那個 藍希左任的簽名版 就是很喜歡看他的書 然後從他的這一本 就是妖怪公館的新訪客這一本的第一集開始 我就是一路都有搶到他的簽名版 然後這一次是他最後一本的完結作 然後就是抱持必死的決心一定要搶到 還專案的不能小看賣民們的異地呢 不過下週五六就是大學學測 有些人可能得閉關念書囉 所以各大出版社為了吸引更多漫民前來 這次可是有請到國內外名師 聖優舉辦簽名會 像是工作細胞顯小版聖優 長神瑪莉亞 另外這次動漫長還特別請到 AKB48 Team A等日本團體來表演 各大出版社也紛紛推出獨家限量商品 例如木棉花國企特出7款超殺限量福袋 原價2430元的金屬巨人福袋 優惠800元 道建神域福袋原價3100元 則特獎1000元 新聞推出的來自深淵現場紀念套組 則內涵全球獨家限量作者新名服務士感謝卡 還有全管商品5折起 超人氣首發新書9折起的優惠 尖端出版也首度推出5款抽獎遊戲 只要花費100-200元左右就有機會 會把PS4 Pro Switch遊戲主機包回家 並有在座血清小說的全都有病 推出不聽話的寵物男孩2 將在動漫節首發 還推出會場限定特裝版哦 曼迪傳播今年則是配合劇場版 全力鐵金剛 Infinity 神優森酒寶 想太郎來台 推出相關T恤 抱枕套等商品 雲偵探柯南 庫洛蒙巴士等11款福袋 最低價也只要500元哦 主辦單位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表示 今年總計有500個攤位 65家廠商參展 希望這次能突破獅子丸人士參觀 打負財 截錄 亀 沒有 滿 雨 溝 感谢观看